TVB这对姐妹花,妹妹事前当家花旦,但她比妹妹漂亮太多了。 日前,TVB又一部新剧开拍了。 在TVB将军奥的电视城里,如往常一样召集记者前来围观开镜拜神仪式,并拍照曲新闻。 一众有份主演,参演的男,女艺人纷纷到场了,以剧中造型现身。 其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人,真太美了。 她有一种成熟女人的知性美,脸颊女人的温婉气质净显在脸上。 在现场不怎么爱说话,就特别敬业地站在一边,毕竟这部剧她也不是女主,女配杀的。 应该和以前大多数参演的TVB港剧一样,她也只是一名客串戏分不多的角色罢了。 知道她是谁吗?她是杨姨的姐姐,杨者那啊,相信很多不熟悉TVB艺人名字的剧迷,都不知道这位就是杨姨姐姐。 从颜值和气质上来看,和姐姐相比起来,杨姨是逊色了很多。 杨卓娜,一个来自广东湛江的女孩子,现在是TVB的不投合约女艺人之一, 比妹妹杨姨晚了两年加入TVB,在2001年从香港小姐竞选比赛后入行。 虽然有着不错的美貌,但可能她这人比较爱低调,对于台系始终抱住一种佛系心态, 所以在妹妹杨姨被力捧,然后担任了当家花旦,再拿了事后这段时间。 杨卓娜在TVB一直都是跑龙套,做尖角。 直至2012年,在有份参演的《爱回家》长篇情景港剧里,杨哲娜评级剧中的佳姐一角色成功出围,开始得到了更多观众的关注。 只可惜在那之后,杨哲娜也没有得到TVB高层的重视,虽然也有在《爱情食物链》和去年灿烂的外幕担任第四女主角,但她始终都是不温不火。 虽然事业上平静如水,但杨哲娜是幸福的,2009年晋升为美丽人妻,当时怀孕后还停工了一段时间,生完孩子再正式回归娱乐圈。 很喜欢杨哲娜这种与世无争的性格,默默在TVB出演各种配角,不求尚未,只求平静,开心的日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